说起大众最经典的车型 图观绝对可以排到前三名 特别是在那个神仙打仗的年代 这款车的销量更是占据了大众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 但随着对手不断增多 加之图观换代速率的降低 近些年的表现并不能让人满意 所以想要重回巅峰 势必要做出改变 这款全新一代的图观外观上 还是沿用了经典的布局 但是为了能让它的力量感得到深化 整个细节做了延伸 我们先看前脸 相比现款系列 整个车头的立体感更直接 上方依旧是多幅式的银色中网 与新车的大灯贯通而成 镜面的logo尺寸更小 但丝毫不影响这款车的气场 再看大灯 比现款要复杂太多了 内置的多条LED灯带 看起来也不在古板 重整后的前包围 更能体现出它的立体感 因为这款车是海外版 所以尺寸上采用了标轴的设计 如果是小编来选的话 更倾向于这个版本 毕竟看起来更加和谐 侧面的其他布局 仍旧以简洁大方为主 新车首次采用了双腰线设计 带来了近乎完美的层次感 另外 车顶行李架 车窗外侧 几轮煤部分 进行了熏黑处理后 也带来了不俗的战斗气息 进入到车内 新图官采用了全新的内饰布局 所匹配的15英寸 悬浮式中控大屏 更是科技感爆棚 此外 新车还取消了大量的物理按键 表面上看 确实科技感爆棚 但对于实操的便捷性 是个挑战 我们还注意到 这款车竟然标配了淮岛 这一调整 还是让小编多少有些意外 关于动力 目前官方还没有准确的消息 但根据此前媒体的预测 燃油版将搭载 1.5T和2.0T发动机 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而插混版将搭载的是 1.5T发动机加电机组成 纯电续航里程或提升到100公里 新车将在明年正式官宣